我的新手机 我是那种很长很长掉电话的人 所以我最近发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也把它安装起来的 也就是这个水龙头 我认为这种东西让我很开心 我就是想要介绍一下我近期会用的一些香水 这个呢是Mandy送给我的 然后跟我讲这个是我的 毕童日 今天是日常 我要请了一下房间 自从巴黎回来过后呢 我就一直很忙 一直在拍摄啊 回公司啊 我的家还是一样很乱 然后我其实在飞机上 星期 其实是两天 有点小紧张 好像我不懂要装备什么东西 因为我去Coppenhagen Stokholm和Paris 这几个地方 我觉得他们的天气也是蛮冷的 如果Coppenhagen来讲是10度吧 所以今天想要找一下家里 这样子 但首先 我会封锁 我的新手机 这次呢就是收到这个 iPhone 14 Pro Max 我们一起封锁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严重的 那种ADHD 我就是 每次就是这样子 本来是想想说 我今天呢就是要去 找房间啦 然后我继续做其他东西 我很喜欢撕这种 packaging的东西 就是那种撕的感觉 i love it 我在这镜头上面 感觉好像是深灰色 可是它是紫色 最喜欢就是撕这一个 iPhone 13 Pro 然后我给你讲一个东西 就是iPhone很厉害就是 因为我现在用这个是iPhone iPhone 13 Pro 然后我就没有捏那种 screen protector 然后我是那种很长 很长 掉电话的人 然后它就没有裂过 touch wood It's either like the casing is really good 然后就是这个screen就是很强 很厉害 and also this thingy here 就是它是一个 leather wallet 然后它是可以在你的 那个 Find my iPhone 那一边 如果好像你 掉 wallet 还是什么 你还可以找到 我觉得这个有点爱马适的color and it's really easy just have to detach yeah 它就可以放手机上面 of course 有 casing啦 没有 casing的话 一定烂我的手机 这是什么颜色啊 I feel like as I grow older My eyes is getting blind 它是leather的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把它放起来 然后它们很厉害就是 这次呢 它们的相机 从14MP 变成48 我觉得它的jump也太夸张 它jump到就是 它jump成4耶 I think yeah I think I really have to go back to like you know ah clean my house and then start packing f 我 在这里 ble面 风格 Mountain 枇好 臭 打好 飞 台本 最后 一 会 棒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这个 area 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to be honest 若你们不知道 我觉得也很正常 因为我不怎么拍这个 area 其实我很喜欢我的肌肿 but the problem is 我觉得它这边就是很乱 and I've been trying the best to figure out this whole space 可以减少的东西 我就减少 所以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也把它安装起来的 也就是这个水龙头 大家一定很好奇 一个水龙头有什么好讲的 第一 它就是很美的一个水龙头 but the big thing about this 大家记得就是我这个 area 本来就是有一个水机 就是那种water purifier的机 它是蛮糟糕的 我不厉害的 I mean like it does the work but the problem is 它就是很糟糕 and I finally found something that can kind of like help me a lot 就是这个 Intricks one tap 的这个水龙头 大家不要看它这样子 so basically 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水龙头喝水 pure hot water and also hot water that you can drink 大家一定觉得 我不用机器咩 这个东西就直接从这边 其实呢 它机器就是装在这个 sinker 下面 就是 hidden 它呢 就是你洗东西 可能就用这一点水 washer 喝水呢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你这样子下去呢 就是他们的 ambient purified water so basically 它不是冷水哦 它就是日常温度的那个水 so 热水呢 到底热水从哪里呢 它其实呢 很简单 你就这样子 然后推上去 但是有热水呢 就是它有一个小小小的这个 button basically 你就按它 你需要按它才可以转的 如果你放手的话 它就直接就是弹回去 basically 我这一款呢 就是可以调你想要的热度 ok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它 这边呢 就是可以调你的热水温度 so 最低呢 可能60度 然后最高 就是 98度 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这个东西 so 如果大家就是在家里呢 想要说 诶 要买一个新的 water purifier or something maybe you can something about this 我也是有问过它 是不是要 you know 它在你买水机 是不是每个月 诶 每几个月就是要换一次 water filter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用 这个厉害就是你一年可能只是换一次 filter 而且这个 filter 呢 你可以就是上完买自己换这样子 so easy 它就想 诶 你是不是 如果你怎么知道你要换你的 water filter 呢 它就讲 哦 它其实这个机器下面呢 就会 indicate 就说 诶 你现在呢 就是要换 water filter 咯 因为又是肮脏了 ok 大家 现在呢 我就是要 sterilize Ninja 的这个汁 然后你放手呢 它就会看到 就是 它不会停在那边 这就很安全 不会怕 诶 你忘记关还是什么 然后烫到 ok 这个是真的假的 但我就是想要介绍一下 我近期会用的一些香水 虽然在 Malaysia 都会有夏天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这种 season 就是自己要传出来的 so 后半段就是可能 for winter-ish kind of vibes so 这边呢 就是我朋友送来的一个香水 然后我朋友呢 就是开了这个牌子 叫做 Posade 它的 brand呢 就非常非常美 我就自己看了 也有放进我的 mood board 里面 我觉得 诶 很想要 就是去那个店看看这样子 but anyway 这个呢 刚刚我就是try了一下 我觉得非常非常香 可是 I don't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would like 因为它是比较smokey 比较mask一点的味道 可能就比较男性一点 然后我本身就是比较爱用这样子类似的味道 moving on to 这个香水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去年收到的一个香水 叫做 Kyoto 先前我闻起来 我觉得 诶 这个好像还好 就是没有怎样 然后 我很记得就是我老公喷了一两下 然后我一直在闻它那个味道 我觉得 哇 这个香水真的很香 like say 我喜欢的那种 喜欢的那种sense you're the hailed or love it 这个也是比较woody earthy tone的 然后 I like how it named Kyoto 因为 真的是有Kyoto的感觉 而且不是 winter kyoto 我觉得是比较像 fall 看 the season 的 kyoto 其实这个我也是用了一阵子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是非常适合 you know fall winterish but it's very rich girl vibes 它真的是有一种千斤的感觉 它是比较powdery but it's more towards like 也是 earthy woody tone的 so 如果你是想 you know smell like rich girl I think this is the scent it smells pretty good so go check it out ok 现在呢 我要开这个Chanel的箱子 oh 跟你讲 这个呢 是 Mandy送给我的 然后跟我讲这个是 my birthday pre-birthday gift ok unboxing this ok nothing special right but I know what it is 因为呢 我一直很想要 oh my god 就是这个香奶盒的 一个 eyeshadow palette Mandy跟我讲 它就是去买这个 palette 它就是一个人才可以买一个 就是一个credit卡 才可以刷一个 真的有这么夸张 而且好像是买到最后一个了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it's so nice 就是它这个tweet的纹 而买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很喜欢 am I gonna use it I don't know it's so pretty 重点它就是有送这个pouch it's so nice look at the details Thanks Mandy I love it okay guys um sorry about this random outro 因为本来呢 我就是有一些 footage 写outro的 um but smart as me 我忘记带我的card reader 我就没有办法 outro那个 footage so I have to do like another um outro for you guys just telling you all I am safely arrive in copenheim 上次我来copenheim 就是大冷天 就是零下不许多 我忘记了 so hopefully this time I'm gonna have a good time so yeah see you guys next Thursday bye i have another problem 就是我这个 ah the only thing I hate about this 就是 my sink it's always clogged and then 我已经找了plumler 去 kind of work on this thing 哇跟我讲 就是我这个building的 problem that's why I don't really cook sometimes它是ok sometimes it just clog it's so weird like